2018年吧,我加入了陆传导演的工作室 然后呢,我则是发的这个七四九的衣服 一晃六七年了 这电影终于上了 我要看孩子,没工具看 所以想请看过的朋友来告辞有力 这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啊 如果不好看,它哪儿不好看 如果好看,它哪儿好看呢 另外七四九局,这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它存在了很多神秘的过往和故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在单开几个视频来聊一聊 这个由钱老牵头的七四九局